康陵国际集团 小陵开讲 更多小陵影片 请看贴文串 您请教一下 我们要引进那个家庭内外劳第一次 你觉得从台湾成绩比较好 还是国外引进比较好 一般客户的话 我都会建议在国外引进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外引进的外劳 是第一次来台湾的 他可能会比较单纯 然后比较不会有自主意见 那可能会比较接受雇主的安排工作 所以说 那国外引进要花多久的时间 看哪个国家 一般的话我都会建议 如果像印尼 我会建议抓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就可以进来吗 大部分 除非说要引进前有体检不过 或者有其他文件上的问题 送到劳工厅商会的时候才发现的 那可能就会延误了 那我有听过人家很久很久 引进很久都没有进来的那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吗 这种发生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还是有 有的要入境前发现怀孕了 怀孕能进吗 你会接受吗 不行 对嘛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重选工 那所有的文件呢 会再跑一次 所以你就花比较多的时间 比较多的时间 你会觉得怎么会等那么久 所以工人进来就是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工作的安排 那他都会接受 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工人一般都会接受 但是我们在选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聘想表出去了 我们就会把你的工作内容 大致把它写上去 他愿意做的 他就会接你的单 如果他不愿意的 他可能就不会接你的单了 会选择 谢谢 移工找康玲 问题问小玲 请留言按赞分享